由于看到周围几十家住户房屋,由于拆迁而被移领地,周建邦的房屋被遍地瓦,新阳市所和陆办事处人大工委书记赵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,他得知周建邦自治大炮房拆迁的事情非常差异,按照新阳市旧城改造的计划,周建邦的房屋还没有进入拆迁计划,赵鹏表示,所谓强拆一事并不属实。